知道最近为何露营很流行吗 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出国旅行 在国内旅行最安全经济 省下了旅馆费啊 不用去付旅馆费啊就露营啊 就可以买到露营专用的暖店 独家的专利 发热纤维丝 使用安全的直流电 保暖兼热敷 轻便易攜带可以洗涤 请看本节目说明内容所付的连结购买 欢欢喜喜跟家人一起露营去 美麦同学会 电影法律系 由童文勋律师 麦嫂俱乐部共同主持 大家好 我是童文勋 我是麦嫂 我是卢卡 好 现在就是最热门最夯的这个电影了 今天要介绍这个是跟成人监护的 这个相关的问题 其实成人监护 在老龄化的社会 其实发生的就会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也知道 以前说台湾的老兵 有这种从中国来的收割大队 所以叫做 就是说上偶啊 没有小孩啊 那到最后他一个人 孤家寡人的 那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啊 也都是单身啊 通常比如说女孩子会有单身的这种俱乐部 好自己很好 通常是同学 我们结合两位就是 然后男性也是啊 可是我觉得男人通常如果是单身的话 有时候会很快就结婚了 那当然单身的男性还是很多 所以多元成家其实有他的需求 可是多元成家也有他的问题啊 一样会有这个所谓的收尸对啊 然后其实当时多元成家有个条文 规定就是说 这个 只要是医护人员 他最容易去接触到人很脆弱的时候 所以他不可以跟别人多元成家 哪有限制的 那可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 就是刻意的要去接近一个 其实到最后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财产吗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那个 电影我们以后也可以介绍 讲的是一个艺术品的 鉴定拍卖的大师 结果他被骗到啊 寂寞拍卖师 对对 骗到这个 死骨无存这样子 然后 就是人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议题 那因为刚好有一个最夯的这个影片 好我们请这个 麦嫂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影片 好这个片子叫I care a lot 那因为台湾的翻译叫做炸妻女王 我觉得会有很多混淆啦 但是我们记得他英文片名就好 那女主角罗莎蒙派克呢 很多观众应该有印象 就是他之前的作品叫做控制 Gun Girl 然后他就是很擅长饰演这种 就心机很重 很聪明的女生 那看起来呢 外表呢 是非常的 金玉包装 然后很可人 但是事实上呢 就是心胸非常狭窄险恶 所以他在这里面呢 也是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 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 看护机构的负责人 然后他的做法就是会 瞄准一些有钱的老人家 把他们当肥羊 甚至于呢 把这些目标当作战利品一样贴在墙壁上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好几个老人家的照片 他就一个个个别击破 然后诉诸法律 请求法院 然后可以听从 他已经勾结好的医生的医嘱诊断 认为说他已经年迈啊 可能心智失常 已经没办法治理了 所以就必须要交给这个看护机构给监管 然后这些老人家呢 送进去之后 就等于被关起来一样了 就是完全没有自主能力了 甚至于他的行为能力都被剥夺了 然后没有财产没有自由 甚至于可能就是会孤老终身而死 所以一开始在看到这电影的时候 那个背景你不是太了解 你真的会吓到 就会觉得说 这法官智障吗 那这医生是怎么那么无天良 其实呢 像现在就刚刚洪医师讲的 如果说比如到老龄化社会 比较高端高功能的社会国家 基本上应该都会有这样的制度 但是如果被有心人利用 是不是就会像这个电影的发展一样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匪夷所思 但是不要意外 因为台湾已经开放了议定监护 因为以前我们的监护是要规定 要几等轻几等轻 而且要按照顺序 但现在可以议定监护 跟你非亲非故的人 你都可以请他未来当你的监护人 但是就是要先进过公证 但是问题是说 大家知道公证 可以你在意识很正常的情况 在公证 但谁知道就没刚好吗 后面如果shat happens 可能就是引人入室 车车车车车 然后你到时候可能要解除 这个委任就没办法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监护 事实上麦嫂讲的这个议定监护 是在2019年就通过了法律 很多人事实上是没有注意他的 但经过公证这件事情 其实公证人是很介意 就是说签名的人 到底是不是意识清楚 因为这个也涉及他的这个 职务的行为 他可能也会有违法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公证的程序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走得过的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有可能性的话 其实在你很健康的时候 或者是亚健康 不是那么健康 但是你意识是很清楚的 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意志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要做好安排 那最简单的 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去讲 前提就是说 每一个人他个别的状况 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 可是呢 应该这个时候应该要有这个 律师的咨询 甚至如果涉及财产的问题 最好有快意识的专业 然后一起参与进来 好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提一个实际 或是不止一个实际的案例 其实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 最有名的就是布兰妮的案子 对不对 小甜甜布兰妮的案子 好 那布兰妮的案子就更惨绝人寰了 因为 其实我跟卢卡都是那个世代出来的 他那时候真是红头半片天 他那时候那个 baby one more time 刚红的时候 我应该是大学一年级 真的到每个地方都听到那首歌 但是呢 天知道他在后来的人生过得这么凄苦 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 不知道怎么样恍神 然后就跟他那个好朋友就去结了 只有几个小时的婚姻 然后后来呢 他又闪电了嫁给自己的五群 结果呢 一路上就被人家讲说 他是嗑药啦 性滥娇啊什么的 甚至于呢 他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的呈现 就是他曾经呢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 就是贾斯丁 大贾斯丁啦 因为现在讲贾斯丁 大家都以为是另外一个 好 那个贾斯丁呢 那时候跟他一起就是都是同性 后来呢 被人家讲 其实他早早就已经不是处女了 就这个处女的问题 我记得那阵子在美国娱乐圈 也足足讨论了快要两年 就一个人 Lost virginity 竟然可以变成举世大新闻 然后更好笑的是 竟然连戴安索爷 这么有名的主播 都要拿这件事情 在他的prime time 那个访问节目上面问 然后问到布兰尼当众大哭 那一段访问 我记得我应该是大学 四年级还五年级 我就觉得 是不是这么夸张吗 到底为什么布兰尼 要被骂成这样 因为那时候 其实坦白讲 我是他的粉丝之一 后来呢 这个纪录片 在今年二月多 一推出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一路上 都是这样子 把他逼疯的 因为你看前面 前车之间 就是大纳王妃嘛 然后后来呢 狗仔文化 变成大家都 照相手机之后 每个人都可以做vblog 然后就开始 不停地在探讨 这些名人啊 风流运势啊 什么的 甚至有人还巴不得 自己变成名人 你们最好每天都在追逐我 所以这个光怪陆离的现象 有人是自愿的 有人并不想要这样 那像布兰尼呢 就是一个比较悲惨的例子 因为他现在的处境 就是在这十年当中 他的爸爸成为他的监护人 是成人监护哦 布兰尼都已经几岁 已经39岁了哦 他没有自由 他没有财产的控制权 那甚至于他的行动 都被剥夺了 所以就是一个 这么悲惨的案例 那让我们去检视 现在哪一些制度出错了 可是比如说我们自己都会 用直觉来看布兰尼的案子 如果你是法官 其实你会很谨慎的 而且两兆会找律师 找专家证人 所以你会很谨慎的 去审这个案子 然后像在美国 甚至还有陪审的制度 所以要把他的监护权 判给他父亲 我觉得不是表面上 或是媒体所说的那么简单 就直接把他的财产跟生活的 整个控制权都交给父亲了 父亲是不是最好监护人选 法庭在考虑 被监护人的利益的时候 其实会有充分的考虑 可是其实媒体在报导之后 其实你很难去看到真相 尤其很多涉及当事人的隐私 就是不然他现在精神状态 到底怎么样 不会因为我们公众好奇 所以那个报告 就可以变成是公主一世 所以这个是涉及隐私的问题 但确实就是因为媒体 因为公众 逼风的一个公众人物 这个可能也是不会停下来的 这个永远 大家会好奇这个问题 所以你如果要当一个公众人物的话 可能你的那个 心智的这个强度要非常的强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鸡排妹的案子 对不对 可能我们在另外一集的话 来谈一谈这个鸡排妹的事情好了 你是不是坐这个飞机杯 所以你就可以被性骚扰 然后他一个人在对抗整个媒体圈的 me too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有非常大的这种精神的强度 不然怎么办法 有办法面对的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羞辱 而且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霸凌的事件 对于这些名人来说 真的是处理不完 你说你要去告这些人 那你同时有一两万的留言 都在 都在 都在谩骂 你同时去告一两万个人吗 没有那么多律师费 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情 卢卡你怎么看这个电影 我们回到电影本身好了 刚才那个我们在会前讨论的时候 我就有讲说 我非常讨厌诈其女王这部电影 那你会推荐吗 你会推荐吗 可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跟麦嫂一样 就是身为有可能是单身到老的 那个族群来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的确需要了解的 那尤其刚才就是律师有讲到多元成家 那多元成家案子 他其实当初是跟那个同志婚姻 这两个案子是一起 他们那个时候社运团体 曾经考虑过一起推动这个案子 我想这个细节可能麦嫂 待会可以再补充更清楚一点 但是就是如果说以我们 以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的话 会觉得说同志婚姻跟多元成家 其实我们是比较需要多元成家的 但是呢 不管是多元成家 或者是同志婚姻 它其实都在于一个 就是说遗产继承 以及就是说疾病照料这些事情 主要是这个人在 遇到医疗的问题的时候 谁有办法帮你签这个同意书 到底你自己 比如说你说我拒绝这个切管 这种插入的强制性的 这种救护的程序 以前叫做放弃治疗同意书 放弃治疗 这个名字是完全不对的 其实它英文本身也不是放弃治疗 它是说我拒绝 这种侵入式的治疗方法 没错 那谁来帮你执行 你如果没有生前健康的时候 你就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声明的话 谁来帮你签名 所以这个是涉及每一个人的问题 多元全家确实比这个 这个每一个人都遇到 所以就是它涵盖的范围 可能是更广大 从年龄很轻的 或者说智能是弱势的人 或者是有精神上的疾病 一直到年老年终的照护 其实这个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反而因为同志婚姻的这个议题比较夯 那时候吵的两边吵的这样子 已经完全都失焦了 所以当时的这个多元成家撤退了 就是提案的人 这个部分是撤退的 他并没有往前再推进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停在这里 我觉得他可能是说这两种推法 他所要成就的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 那可能同志婚姻 他的那个价值观是大家比较好懂的 就是说基于人权 基于平等的某些原则 但是我觉得那个最比较重要的问题 其实就是如刚才律师所说的 其实是遗产的 然后医疗的上面的这些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说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 不管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同婚 还是说通过多元成家 可是我们都不得不说 就是这个社会的家庭组成 已经越来越多元了 所以他就是法令当然要与时俱进 那我那时候在看 不管是看炸鸡女王 或者是看舅舅布兰妮 我就是会很气愤的一点 就是说 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 也不是算矛盾 就是一个套套的逻辑 就是他就会 比如说他就会说用一个紧急的说 他已经没有办法自理了 然后就赶快判给监护人 那从此以后呢 你就再也不能去问 那个本人 他到底是不是意志清醒 他可以自己下判断 就是有一些黑盒子已经把你完全隔离了 那即使那个人他 他要发表意见 那他的法定监护人会说 他没有表达自由 自己的意志的能力什么的 就是就是把他永远囚禁在里面 那你比如说像那个 我们讲到说法院体系 或者是医疗体系 或者是律师等等的 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要把他就是 怎么讲 就是像炸鸡女王里面那样子 体制化的 或者是说一整个串联起来的 其实他也是有办法可以做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很气愤 就是不管是老人也好 或者是布兰尼也好 我就觉得他们好可怜 OK 对 然后他们完全被这些东西所绑住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新一季的这个节目 想要处理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戏剧是戏剧 电影是电影 他把他演的非常的极端 其实在我们都可以想象 既然电影可以把他演出来 我们都可以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其实制度有一个监理的方法 所以监护人监护被监护人 可是社会有一个制度是在监察监护人的 你要去audit他 你要去看他是不是有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 而实行他的监护权 所以还是有管理的制度 问题是回到原点 不是法律 图法不足以自行 不是法律 而是这个制度的每一个人 你是不是真有足够的爱心跟耐心 在处理这样的事情 那我最近觉得 法院其实越来越多的改革 其实因为法院的 包括假官或是法官 其实都越来越温暖 他其实很在意 这个当事人 他到底 比如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案件 你说我的地址 我把他隐匿 即使是开庭的时候 因为是公开开庭 所以地址的时候 他先要做人别讯问 可是他可以要求 其实这些基本的权利 大家自己都要知道 可以保护自己 可是法院至少不会像 我刚当律师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有一些法官 他当庭羞辱所有的人 包括律师 他不认为说 法律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制度 就是法官 检察官律师 这个三角形 这个平衡 应该要把它做好 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工作 法治社会就会越来越健康 然后也不会说 法官有时候走在路上 自己也被诈骗了 对不对 所以整个社会的这种 散散的这种循环 散意跟散意的循环 是需要每一个人 做好他的分内的工作的 这个环节我觉得 慢慢其实应该要做到 可是最后其实原因 还是在人本身不是吗 对啊 因为基本上 我们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 经常听到一句话说 法最好不要入家门 因为法入家门 就会被人家质疑 因为基本上 谁没有七情六欲啊 对啊 对啊 尤其是家事庭的法官 其实真的在台湾有 就是专门从事家事的法官 真的人数不多 我曾经那时候有个案子一去 法官就说 基本上 你们这个如果双方都坚持己见的话 等到一审判决下来 要走一年了 因为社工人员就会不停的访试 然后你们夫妻双方就要不停的来上课 然后你就会上课上到很厉害 尤其是你们现在还卡在监护权 监护权还扯到小孩子 还扯到学校 你们一定要这样吗 为什么不共同监护 每次都卡在这边 那尤其是看这两部电影的时候 我各自有感触是这样子 因为基本上如果你走到监护 不只是你要剥夺他的身份权 财产权 很多权利 基本上这个人已经变成一个机器了 那你要怎么样能确保 你自己是公正客观的 来处理被监护人的权益呢 跟别人讲说像布兰尼的案子 那是他爸爸 那你其他那些歌迷懂什么 他老爸一定会这样想 这是我女儿 我最了解他 但你有没有想想你从你女儿身上 你赚了多少钱 而且布兰尼已经不是单纯你女儿了 他已经类似像公共财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他的一块布兰尼 像我就有 我就觉得我就好怀念 他那时候清纯可人的样子好可爱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其实他那时候的表现 是不符合他年龄的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在唱那种有性暗示的歌 而且在他刚成年的时候 他在那个NTV 那个电影讲的那段表演 是穿着肉色的衣服 然后表演性动作的 然后跟一群裸男 激进全裸的人 然后那一段表演 真的每个下巴都掉下来 然后他说他宣誓 好像变成一个女人了那样子 然后马上就被人家爆料 说他已经不是处女了 那是一连串的计谋 所以我们是一路剥削 这个小女孩 变成女人之后 还不放过他 所以他那个陈明哥 就是My Prerogative 他的意思是说 Why don't you let me live 为什么你们不让我活 其实事后 那首歌其实是翻唱的 那个前面那个唱的人 是Bobby Brown 他是惠尼休斯顿的前夫 那惠尼休斯顿 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 他还是一路被公众 然后被家人种种压力 然后他又毒品产生什么的 被逼死的 有点是像那样子 那我们 为什么不放过这些工作的人 我有时候想想 这还蛮心酸的 可是他们本来就被打扮成 娱乐圈嘛 就是让所有人在 茶余饭后之余呢 有娱乐 有话题 但大家忘记 他们其实也是人 所以其实剥削他的不是 布兰尼的父亲 是整个社会 而且是全世界 对 那 所以我们今天 谈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 最终可能 我自己年老的时候 不要说有家人了 其实 我觉得多元成家 因为是你选择的家人 然后你还会对他 比较客气一点 可是真正的家人 可能在对话 在相处上面 可能是仇恨 对啊 所以心理学校荣格 有一句名言 他说爱的反面不是恨 爱的反面是什么 是控制 通常这个离婚的这个夫妻的当事人 他要的 他不是因为恨对方 他不能割舍 是他想要控制 比如说小孩 他想要控制财产 他想要多分一份 所以是控制 他不是真的因为恨对方 如果是恨对方的话 他就是毁天灭地的 把所有东西都摧毁了 不是他保留所有东西 变成自己的 所以 这个要来处理 处分 这个权力要归给谁 法官确实是蛮困难的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个 很冗长的程序 包括现在离婚啊 必须要经过的协调的过程 好多次 我有一件走了半年多 还在协商 那因为中间还要再隔一个月 让社工访试 真的搞不到半年以上 弄不出结论 所以还不如自己 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嘛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当年 因为我在立法院里面 当过一正职的助理 然后那时候因为是顾问级的 所以他们过来 我都在先看案子 那时候我说你多元成家 这与现在台湾的社会氛围 一定会觉得你们是迪金叛道啊 甚至于那时候 我服务的老板也这样讲 他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开明的人了 他也说 这到时候一定会被人家讲说 你们今天就是在搞多批 我说哇 你是流美的 你竟然讲多批 他说对 就是会不会是这样子 所以那一段就被牺牲掉了 因为就争议性太高 那其实那时候 本来是要立专法的 那后来也是被牺牲掉 就没有专法嘛 就像如果说同性 这个婚姻之后 他们想要收养小孩 也是会被歧视啊 这个东西都是会存在的 这没有办法 对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要讲代理孕模 那个也会被歧视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处理的 法律问题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 其实本身有雷点 那个雷点就是 他把事情做得太完美了 就是诈骗女王 他就是可以诈骗成功 其实整个法律的制度 里面有很多检查的点 所以这个查核点 也要靠这个亲朋好友啊 邻居啊 整个社会的制度的介入 才能够让每一个人 其实财产不是最重要的 爱 幸福 关怀 这是每一个人需求的 对 尊严 对 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电影 我自己的感想 就是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求爱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隙 让诈骗可以出现 那这个部分可能自己要 有修养 可能有信仰 因为需求人的爱 事实上是不可寄托的 我们也不可能爱一个人 爱到死 爱到终了 所以相对也一样 所以 有信仰可能才是一个人 身心灵得到平静的 最好的方法 这是我的建议 对 然后那个罗商榮派 因为昨天金球奖颁奖 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他拿到影后 那其实他那一段 得奖的感言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他有探讨到说 这整个社会的制度 如果不是借由这个电影呈现 根本没有人知道严重性 他这样讲真的 马上就一个锤子 又锤到我 说真的 真的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了 对 所以电影 它的曲维性 它表演的 表现的比较极端一点 才会点到你的痛点 那Luca 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我觉得其实刚才那个 麦嫂在讲 那个舅舅布兰尼的时候 我自己的感想是这样 就是说 虽然说公众是 公众的注目 过分注目 可能是布兰尼 他这一生过得 比较凄惨 前半生过得比较凄惨的原因 可是我觉得 他后来会有人 这样子发起 舅舅布兰尼的这个活动 其实也是因为 他备受公众的关爱 那比如说像我们看 炸七女王的时候 也可以发现 他是怎么样瞄准 他的对象 就是那种无亲 无故 没有人跟他交往的人 然后他就是找这种 就是社会关系薄弱的人 来下手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像刚才律师讲的 就是我觉得 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说 我们不只是对于 自己的亲人或朋友 我们都要对普遍的人 多一点关怀跟爱心 那那个多一点注目 不要让这些人就是 就是你知道那个 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孤独死 他也是这样 因为日本是那种 社会关系很 必须很紧密的国家 所以如果说有那种 独老的人的话 他就是可能后世没人处理 或什么常常都是 死了很久 才被发现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 这个社会的连带关系 要做起来 就像布兰妮这样 就是如果不是这些歌迷 在一直在努力的注视他 然后去分析他instagram里头 隐藏的讯息的话 其实我们都不能得知说 布兰妮他本人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那那个时候也有一些 在那个法院外面守护 那个判决 结果出来的 那个歌迷就有讲 他就说如果今天 布兰妮本人现身 然后告诉我们说 这是他想要的 或者是什么的 我们完全尊重他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 你对于 那个不只是 一个歌迷对于歌手的爱 是人与人之间的爱 所以我觉得就是 重点就是在于说 我们要多多跟其他的人 做连结这样子 好 因为他的状态不好 你叫他出来 讲他是不是他要的 其实已经强人所难了 可是也因为有这些歌迷的关心 所以他的父亲 以及法院 也不能够随便乱判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力量的来源 好 那我们这集就要讲到这里 推荐这个纪录片 舅舅布兰妮 然后也推荐这个电影 诈欺女王 我相信这个电影 因为得奖的原因 所以应该会更红 好 然后大家一起来关心 这个多元成家 可能最后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有多元成家终老 选择的这个伙伴 然后不同的年龄 不同可能不同的性别 这个真的不是要多批 这是人到最后不是性而已 人其实到最后是 害怕寂寞 关怀 多多关怀彼此 多多关怀生片的朋友跟亲人 好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下次见 喝纯净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 支持 wee.tw 喝好咖啡 请至官网搜寻 或来电 02-8791-9010 由专人为您服务 好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